皇帝爱美色 但并不能抱美女妃子睡一整夜 妃子的事情规矩更多 不能穿衣服不能发出声音 清朝妃嫔事情永远离不了规矩俩字 在古代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 手握众权身边环绕着无数美人 然而这样的生活 并非如外界想象的那般轻松切意 特别是在夜晚 妃嫔事情的规矩更是让人意想不到 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出上 皇宫里便是一片宁静与庄重 妃嫔们经过一番精心打扮 期待着被皇帝选中共度凉宵 不过想要伺候好皇帝并不容易 妃嫔们需要遵循很多规矩 首先妃嫔事情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 他们被选中后会有太监前来引领 一路穿过长长的走廊 来到皇帝的寝宫 但他们并不能在皇帝的寝宫中过夜 而是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离开 一旦时间到太监们就会准时出现 将妃嫔送回自己的寝宫 这样的安排既保证皇帝的休息 又避免皇帝过度沉迷于美女荒废朝政 其次妃嫔事情的过程中 还需要遵守许多细节上的规矩 例如他们在世寝时不能发出任何声响 以免打扰到皇帝的休息 同时他们在世寝结束后 也不能留下任何私人物品在皇帝寝宫 以此来表达自己的公顺与谦逊 这些规矩背后其实反映出 古代皇宫中严格的等级制度 皇帝作为最高统治者 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命运 农才们把小主抬进去 小主躺着等皇上就死了 清朝妃子在世寝室 要求不能出生 完事还要被太监抬走原路送回 他们的生活也同样受到严格的约束和限制 皇帝在选择妃嫔事情时 也并非完全随心所欲 他需要为了政治稳定 为了后宫的平衡选择世寝的人 如果某个妃子过于受宠 就可能会引发其他妃子的嫉妒和不满 进而影响到后宫的稳定 这种权衡并非一事 殷后宫中的妃嫔 都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势力 有些妃子出身名闻望族 他们的家族在朝廷上有着重要地位 有些妃子则是皇帝在征战中俘获的战利品 他们虽然身份低微 但却有着独特的魅力 皇帝需要在这些妃子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不能让某个妃子独宠 也不能让其他妃子感到被冷落 同时皇帝还需要考虑自己的健康和精力 虽然作为皇帝 他有着无尽的美女工自己享用 但过度沉迷 却会损害他的身体和精神 因此皇帝在享受美色的同时 也需要有所节制 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充沛的精力 处理国家大事 在古代皇宫中 妃子世纪的整个过程可谓是规矩繁拨 且充满了神秘感 那么事情究竟有哪些流程 首先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 是皇后专享的日子 这两天皇帝必须陪伴皇后 共度粮宵 皇后作为皇帝的正妻 享有这种特权 也是皇宫中一种不成文的规定 而其他日子皇帝则可以 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要 从众多妃子中挑选一人来使请 挑选妃子的过程 可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 古代妃子世纪有多奇葩 太监蹲墙角监视妃子不能出生 皇帝面前会摆放着一盘绿头牌 每个牌子上都刻有妃子的名字 皇帝会根据自己的心情和喜好 从中挑选一个这个过程看似简单 其实背后也有着许多政治 和家族因素的考量 皇帝需要在满足自己私欲的同时 也要经过后宫的平衡和稳定 被选中的妃子在世情前 需要进行一番精心的准备 首先他需要沐浴更衣 将自己打理得干净整洁 然后会有专门的宫女 为他涂抹上香滑的护肤品 让他的身体散发出迷人的香气 接下来就是令人尴尬的一幕了 妃子需要光着身子被裹上皮缝 由太监背到皇帝的寝宫 到了皇帝的寝宫后 妃子需要遵循一定的规矩来实行 他需要从皇帝的脚边爬入被窝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也是充满规矩和礼仪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太监们会在一旁严密监视 确保整个过程的顺利进行 他们不仅要控制时间 防止皇帝过于沉迷其中 还要时刻提醒妃子注意言行举止 避免出现不雅的行为 事情结束后 太监会询问皇帝是否留妃子过夜 这个决定会记录再当已被日后查证 如果皇帝决定不留妃子过夜 那么妃子就需要从原路返回自己寝宫 此外为了避免意外怀孕 妃子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按摩特定的学位等 总的来说古代妃子事情的过程 可谓是规矩繁多 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但在被试寝时 也要受到各种规矩和礼仪的约束 而妃子则需要在满足皇帝需求的同时 也要时刻注意自己严行举止和身份地位 这样的生活方式充分体现 古代皇宫中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斗争 大家是不是庆幸没有生活在古代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